主料,草鸡600克,芋头500克,辅料,盐,料酒,糖,鲜抽,老抽,葱,姜,趴角,桂皮,辣椒,花角,鸡精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-2小时,草鸡去杂质,用温水洗净,芋头去皮,洗净,草鸡斩大块放入高压锅,放适量清水,加料酒,趴角, 桂皮,辣椒,花角,姜,葱,大火煮开,小火炖15分钟,去砂锅,把高压锅里的鸡与汁倒入,放入芋头,放鲜抽,老抽,糖,大火煮开,小火30分钟,放盐,煮汁汤汁抽即可,烹饪技巧,一草鸡是亲戚自己家养的,所以没有捉,用温水洗即可,二水间如果来得及, 不用高压锅煮,直接用砂锅炖,再用冰糖更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